我們現在要開始上一個密度 這是各位碰到第一個計算題 用普通國語說 密度就是密集的程度 密集的程度 物質密集的程度 用物理的話就是單位體積內所含有的質量 這是它的公式 你要抄在你的格子裡面 用英文寫出第一點一面分之類 跟你講過要共懂什麼叫V 什麼叫M V叫做體積 M叫做質量 所以算密度就是要去算體積 就是要去算質量 你們這個禮拜三做實驗 要測量密度也是一樣 第一個是量體積 給你的螺絲 量體積 給你一份水 量體積 量口 再來用量質量 用誰量質量 甜皮 用螺絲 螺絲要不要解決 那如果水要怎麼辦 水要不要量頭 你要知道怎麼要算質量 反正就是 算質量 算體積 然後再進去 答案就出來了 就這樣 D的於 V分之類 就是密度的定義 密度的觀念是 定溫之下 存物質的密度是定值 比如說有一塊鐵 一大塊鐵的密度 假如我們說是10 切一半 密度多少 還是10 大塊的鐵 小塊的密度是多少 10 一定的溫度之下 存物質的密度是定值 都一樣 大小塊什麼都一樣 形狀也沒有什麼差別 觀念 密度是存物質的特性 再來考過 再來考過 A的密度是1 B的密度是2 C的密度是3 哪個東西出來 兩兩密度是誰 B 密度是存物質的特性 相同的存物質 有相同的密度 不同的存物質 有不同的密度 所以你可以用密度去判斷 它是誰 它是什麼東西 這個也考過 這個也考過 所以 我知道 一般的東西而言是熱脹冷縮 一般的物質 熱的收會膨脹 體氣會變大 冷的收會收縮 體氣會變小 可是質量不會變 那 如果質量沒有變 體氣變大密度會怎樣 如果質量不變 體氣變大密度會多少 變怎樣 變大變小 變大變小 B的M一樣 B變大 B變小 變小 體氣變大密度會變小 體氣變小 體氣變小密度會變大 一般的物質是這樣 但是 有人有異常現象 我們會教的是水的異常 水不是這樣 水不是這樣 它有別的狀況 以後再跟你說 好 這裡有常見物質的密度 通通不用背 只有一個要背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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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聞到他都會告訴你 比重 比重就是密度的比值 東西跟水的密度比值 可是水密度多少 1對不對 3比1多少 就3嘛 4比1多少 就4嘛 所以 密度跟比重其實大小是完全 一樣 只是 只是比重是比值沒有單位 密度有單位每立方公分一公克 然後這就是水的 強烈建議你背下來 水的密度1一定要背 每立方公分一公克 強烈建議你背下來 每立方公尺 每立方公尺 1000公斤 強烈建議你背下來 你們家如果有養魚的 你們家魚缸只要稍微大一點 你會發現他很重 當然重 一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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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尺寬 一公尺寬 高 長官高一公尺 裝完要水就多重 1公噸 1000公斤 當然有他重 所以水很重 誰很重 每立方公尺1000公斤 OK 好 比重就是密度 密度就是體重 數字大小完全 一樣 但是比重是比值沒有單位 密度有單位 每立方公分克 我要你也一定要背 你的密度是每立方公分一公克 我強烈建議背下來 每立方公尺1000公斤 聽到嗎 來問一個問題 用力壓扁 一塊鬆軟的麵包 質量有什麼變化 體積有什麼變化 密度有什麼變化 一公斤的鐵跟一公斤的棉花 誰質量大誰 體積大誰密度大 第一題 加軒 加軒 等我 等我 加軒 為什麼會變成沒有畫面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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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白痴 好 加軒 不要動 加軒請問 把那個麵包壓扁 體積質量 什麼變化 好 第一 壓扁之後體積變大變小不變 第二個 質量變大變小不變 第三個 密度變大變小不變 對啊好扁 好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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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量變大變小不變 那密度變大變小不變 體積變小質量不變 那密度變大不變 變大請坐 質量不會變 但是體積會變小密度會增加 就跟一般東西所謂的 預冷收縮的情況是 一樣 預冷收縮的情況是一樣 OK 基本上質量 質量通常都是不會增加也不會減少 我們講過了 三態變化 冰變水水變冰質量也是不會變 這個只是把它捏捏捏變小快一點 質量也是沒有變 質量沒有變 體積會變小密度會增加 就跟一般東西剛剛講過 預冷收縮的情況是 一樣 OK 下一個問題問 小時候念過什麼 那種智力測驗的蠢問題 一公斤的鐵 跟一公斤的鐵 第一個誰質量大 二誰體積大 另外一個誰的密度大 要換個男生好了 男生 三三 三三 潘人好 潘人好起來 潘人好站起來 潘人好站起來 不 很燙 這個很燙 怎樣誰大 一公斤的鐵跟一公斤的棉花 誰比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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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個手裡誰體積大 體積大 體積一樣大 那誰命就大 體積量大 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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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 你坐 因為你的答案全部都是錯的 你一公斤 我一公斤誰質量大 一樣大 一樣大 但鐵塊比較小塊啊 另外密度比較大塊啊 一公斤的鐵跟一公斤的棉花 誰的質量大 這是小學時候看那種 蠢問題的時候 我就問過了 你還跟我講說鐵的質量比較大 質量一樣大 但是鐵的密度大 所以鐵的體積比較小 棉花體積比較大 因為棉花的密度比較小 下題是個簡單題 來 有一個銅塊 密度是9 把它切兩半 請問你它密度變多少 他很好 我們set這樣 吼塊的密度9 切兩半做密度變多少 好 這邊有答案的選 B5 B是B啊 B是什麼? B是B4 多少 B4 金錢 你先看 B4 多少 B4 請坐 剛才講過了 密度是蠢物質的特性 相同的蠢物質有相同的密度 不同的蠢物質有不同的密度 在定溫之下蠢物質的密度不會變 大塊小塊形狀都沒有關係 所以還是9 有人有問題了嗎? 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有問題了